封杀华为后捷克总统,已获悉中共要报复,在捷克安全部门,对中国华为集团,采取限制措施后捷克总统日前称。 有消息表示,中共正准备对此展开报复举措中国的华为公司,一直受到多国抵制据报道。 捷克总统泽曼·米洛·斯蒂曼,表示据一些不找掌握的信息中共准备采取报复措施。 例如汽车厂商斯科达另外PPF集团,与华为合作建设5G网络的计划,也会受影响。 而捷克总理巴比什·Andre Bebis,在1月11日,政府会议结束后则表示, 布拉格针对华为公司,采取了限制措施,该国政府不掌握中共政府是否会拿出反击措施的信息。 捷克总理巴比什说一位部长告知,可能会出问题,但实际上,他们并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。 网络和信息安全局发了个预警,但他们没提供任何证据报道称。 捷克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局局长纳夫拉蒂尔·Dewson NAV2ATIL,2018年12月中旬指出。 据该部门消息,华为和中兴公司产品,对该国安全构成威胁纳夫拉蒂尔说, 中国的法律要求在捷克境内进行活动的私营公司,在侦查活动中开展合作。 巴比什此前后透露,捷克政府7日则呈相关部门分析,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电脑程序的相关风险。 相关检查将涉及近160个主要部门、公司以及企业对此在北京时间,1月1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。 捷克总统泽曼表示,针对捷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称,华为公司对捷克构成安全威胁。 中方正准备采取应对措施中方的应对措施,可能会影响汽车制造商斯科达、投资集团PPF的利益,你能否证实,能否透露中方有关措施的细节?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,会再核实一下记者提到的捷克总统的有关表态。 陆康说泽曼总统表示,捷克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局针对华为发布的警告没有根据。 中方注意到泽曼总统的这一表态,再赏捷方,推动终结关系发展的积极态度。 中方注意到它伦地说泽曼其导信息稿上讲 went:「